本来陶乐乐就被这里期待了一整天了,她这么故意一引诱她,她的注意力更是一下子被转移了,她很自觉地跟她牵起了手,然后跟她的步伐一步步地越过跟小时候简直一模一样的院子往房间里头走去。 李李歪歪地把房子参观了一个遍之后,她没有任何犹豫地一把扑到这半天以来,静默在她身后的男人的怀里。 男人想要把她拥得更紧实,她很快地离开了她,然后垫起脚尖,很是主动地吻上了她那飞薄的唇,很快地,男人就化被动为主动,一下下地攻持掠地,直接把陶乐乐彻底地攻下了。 不要,不要在这里。 我没有说过要在这里,刚才其实她也有那么一丢丢的异乱情迷了,不过这也完全不能怪她,这种时候,她想就是换成世界上任何一个女人,也一定会主动地投怀送抱,然后献上自己的热吻,的吧? 这哪里是一份礼物这么简单呢?毫不夸张地说,这个男人直接把自己的心挖出来,放到他面前,又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她真是越想越觉得自己是何德何能啊。 再回望着房子里,还有小院子里,她都不知道是不是自己出现了错觉,她甚至清晰地闻到了,从这房子的角落里头,竟然飘出来了熬中药的一种香气。 小时候外婆在小院里生活的点点滴滴,一幕幕地在她的脑海里头播放着,那时候虽然贫穷,但却很幸福。 伴上之后,女人勉强地抑制住了从脚底至她头顶的那些奔涌而来的疯狂的情感。 她朝男人抬了抬下巴,示意她一起出去聊。